嗨,朋友们,我是小范。 我想和你们分享我丈夫和我去西藏旅行的视频。 西藏对我们来说总是神秘的,我们梦想是去西藏旅行。 我们从成都飞往西宁,与一位名叫根寇的藏人导游见面。 在西宁,我们参观了青海湖和日月山。 根寇为我们安排了从西宁到拉萨的火车票。 我们选择乘坐火车逐渐上升,以使我们的身体适应高海拔地区。 我们设法预定了四人间,非常舒适。 还有氧气供应。 这段旅程也被称为天路。 当中国宣布在青藏高原修建天路的计划时, 国际专家只是强调表示,青藏铁路是无法修建。 2006年7月1日,胡锦涛正式公布天路开通了。 铁路总长度是1956公里。 有675座桥梁,约160公里。 有550公里的轨道是建立在永久动土上。 因此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体验这个神奇的天路。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难忘的24小时火车之旅。 一路上,我们看到了唐古拉山、冰川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错纳湖。 我们到达拉萨已经是半夜。 我们的藏族导游詹明在火车站等待我们。 第二天早上,我们去参观八阔街和大昭寺。 拉萨海拔3656米,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。 许多游客可能会经历高原反应。 有许多藏人在大昭寺前祈祷。 这种祷告是很累的。 我们也有轻度高原反应,因此我们没有爬上布达拉宫。 布达拉宫由13层高的建筑组成,包含1000多个房间, 1万个神社和约2万个雕像。 在红山顶部翱翔117米,布达拉宫看起来像漂浮在半空中的天堂。 人们在宫殿前快乐地跳舞。 我们从拉萨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旅程是乘坐四驱车。 在前往江滋的路上,我们参观了杨卓雍错湖和白居寺佛塔。 白居寺佛塔是一座独特的八角形佛塔,拥有十万神灵, 是西藏最杰出的艺术成就之一。 我们参观了江滋宗,这是西藏保存最完好的堡垒之一。 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与英国军队作战的西藏英雄。 我们前往日喀泽,并参观了扎实伦布寺。 该寺院占地七万平方米,现在是西藏最大的宗教机构。 我们参加了僧人的辩论会,和看到虔诚的佛教女士在座大礼拜,又称柯长头。 由于是夏天,一路上,我们看到了油菜花盛开的美丽风景。 相比之下,我们在卡若拉冰川,看到了冰川在路边。 从定日到荣布寺,当时的路是碎石枯成的,有很多曲折的弯道。 经过三个小时的颠簸,我们终于到达了忠穆朗玛峰大本营。 我们看到了世界最高峰。 丹增,诺尔盖和埃德蒙,希拉里在1953年首次正式登上珠穆朗玛峰,使用东南山脊路线。 1960年5月25日,由王福州、贡坡和屈云华组成的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脊登顶。 我们成功将明信片寄到我们的家在悉尼。 荣布寺由宁玛巴喇玛阿旺丹增诺赴于1902年创立。 再回拉萨的路上,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河南的朋友。 他骑着汉冰鞋走遍了中国。 真的很了不起。 我们最后参观了拉萨的罗布林卡,终于完成了我们的西藏之旅,然后飞回成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